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天使们所组成的鼓队 在这俐落的表演中 熟悉每个鼓点 集出如若语般密集 如雷声响的鼓声 他们所花的时间 可是一般人的两倍 但气势可不输给任何我们的 其实像这些赫天使 他们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们会有一点像 要教幼儿园的方式在教他们 他就不能想象说 他虽然看起来像成年人 但他们其实心智都还是在 幼儿跟儿童之间 所以我教他们的方式 就是还是会以幼儿跟儿童的方式教他们 其实像他们这样子 在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 就是就会觉得说 每次你来到这里就会很快乐 就会很期待来这边 因为他们来 所有的人 而不是只有太古兑的孩子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来跟你 看到你就 老师你来了 老师好好久不见 每一次都会这样 就代表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真的很有心想要去学好它 有时候他们就去玩 那他们就会看到一些表演 那有一些好动的孩子 他们就会比较活泼 就看到人家舞台上在跳舞 然后他们也会跟着在旁边跳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像这样的小朋友 他们比较活泼好动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组成像一个表演团队 那请外面的老师进来教 那教完之后就是也可以去接一些商人 让小孩比较接触外界的机会 这支充满振振及鼓舞人心的鼓队 是由潮心企能中心所组成 借由鼓队表演 让活泼的孩子们更能够接触人群 也能发挥一技之长 长照是当今重要的社会服务 台中有位照福员王立光 他把长辈当成自己父母一样 用心照顾 因此获奖肯定 来看他如何与长辈互动 那今年我们特别有立光姐姐 得到特殊照顾贡献奖 那他在这个服务领域里面 也是非常的投入 都称我们的长辈为爸爸妈妈 那因为他之前是幼教老师 那来到台中以后 就开始投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他也非常的投入 所以除了是在这个老人的服务专业里面 加上他的音乐律动 所以在音乐治疗方面 特殊的表现 我把这里的长辈就当做自己的父母 就是照顾他们 希望他们在这里快乐 然后能够健康 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 因为有的长辈 他有时候会走了 那听了真的心里很难过 我还会一直哭 他们都说叫我不要哭 因为人相处的都会有感情 所以也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错 能够在他们最后一段旅程 能够陪伴他们这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